乡村医疗的发展是长期以来困扰各方的一个难点 无论是乡村医务人员的组件还是设备的配置 和乡村居民的医疗消费理念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随着政府专家的共同努力 这一难题或许将迎来新的转变 长期以来乡村医疗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痛点 首先就是乡村医务人员的待遇和设备的配置 一方面村镇缺少真正能够检测疾病的医疗设备 许多村医看病只能依靠经验 其次村医们较低的待遇 让许多医务人员不愿留在农村 尤其是缺少专业的年轻医务工作者 这让乡村医疗的发展举步维艰 我们的村医是22名村医 然后是60岁以上的村医是11人 所以年龄对我比较偏大 然后我们是最小的年龄是37周岁 最大的已经达到73周岁了 现在我们招聘一个医生到这个村医这个队伍来 主要是大家不愿意干村医 待遇没有保障 这方面我们年龄大 主要是我们以前的村医队伍的老村医 然后他们因为年龄大 就是电脑方面这个工作有一些困难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待遇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积极性有一些影响 除了医疗团队和设备 乡村居民们自身的医疗理念也是一大弊病 许多村医告诉记者 在农村小病靠扛 大病靠脱 重病治不了 甚至有病靠偏方 已经成为了许多乡村居民们的医疗理念 近些年宣传力度虽大 但大部分乡村居民 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群体改变较少 涉及到钱农民保证是不那么太积极配合 有的小病可以停 大病拖 实在重病的时候 怎么花钱才知不回来了 近日刚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何伟 回到辽宁后就开启了马不停蹄的走访工作 传达会议精神和成果了解最新情况 作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何伟坚持推动乡村医疗体系发展的提案 已经提交了14年 尤其是打造不走的医疗队 一直是何伟提案的核心 2021年 伴随着更多新设备的投入 何伟多年的愿望有望实现 帮他们提高知识能力 完了实际的业务能力 然后帮他们配置数字化设备 提供人工智能的检查手段 然后打通这个云医院 和远程医疗的线上线下结合这条体系 把它构成一个壁环 作为乡村医疗的主要建设者 基层政府推出了越来越多的可行情办法 在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 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并进行了实质性的投资 像我们浑南现在政府出台的乡村医生补助政策 像这个村医的村委层实 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政府投资5000多万元 在全区建立92个标准化村委层实 实施了民办公助同管的七统一管理 就是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网底建设 乡村医疗的完善发展 不仅仅关乎着乡村振兴的发展 更是亿万乡村居民身体健康的基础保障 尤其是村医们待遇的提高 以及越来越多新科技的介入 乡村医疗的发展或能迎来新的提升